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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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虽然简单 而实际上也是包罗万象 什么叫做活光同死 中古儒家的神仙教导我们 离之用何为贵 佛法教导我们 六合金 能够与大众和母相处 这是高度的智慧 在佛法里面讲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跟九法界众生 各个都能够和母相处 只有祝福如来 法身大师也能做到 但是没有像佛那样的纯正自然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圆满信德的起用 凡夫 佛常讲 你为什么会变成凡夫 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了 烦恼习气的现象是什么 是不能与别人相处 这个是烦恼习气的样子 为什么佛菩萨能与一切众生 和母相处 我们做不到 我们看这个欢喜 看那个讨厌 为什么祝福菩萨 不会起 不会生这个心 不会起这种念头 归根界底说过来 总不除 妄想分别执着 祝福菩萨 法身大师 分别执着 完全淡静 剩下来的妄想 也是纷纷在那个地方破除 所以他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到 做不到就决定轮回 既然不免轮回 就决定堕 三国道 诸位细读 地藏菩萨 本愿经就知道了 人 鬼自觉 佛法的教学 没有别的 只是帮助我们觉悟而已 佛对我们是正常缘 我们自己必须要有所缘缘 要有无间缘 我们才会有成就 所缘缘 缘缘佛菩萨的教会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 一定要接受佛菩萨的教会 而且接受教会 也决定不能够中断 我们今天是在凡复为 业障习气很深 古人所谓的 三日不读圣贤书 灭目全非 古时候人能够 天圣贤教会 能够保持三天 我们今天说实在话 一天都保不住 现在读圣贤书 放下书本 灭目就全非了 哪里还等三天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现在人跟古人 这个善根方面 比较一下了 确实不如古人 天天熏息 依旧不能回头 这是佛经里面讲的 一禅体 禅体根性 禅体根性 意思没有善根 善根断掉了 这个话是形容 善根怎么会断 虽然不断 但是你业障太重了 你地善根不起作用 虽有等于断 这个 这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今天要努力 也就在这个方面 要克服自己 儒家常常说的 克己 克己的功夫 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修学成败的关键 我们能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吸气 能克服 这一生当中 有成就 不能克服 就没有成就 关键在此地 同四世 实在讲 就是佛家讲的六合金 六合金的是六个铜 金和铜解 在我们现在出学 这个阶段 我们的见解 大家都依靠佛菩萨的教会 在这个地方建立同结 其如佛的境界 那是你见思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也断了 无名也破了极平了 这个时候见解自然就像铜 我们今天见解何以不同呢 因为有分别 各个人分别不一样 有职责 各个人职责也不相同 所以间接的差别了 与因因实在分别职责 分别职责都放下了 这个间接哪有不同的道理 自然就像铜 所以佛佛道通 就是这个道理 法身菩萨 见解几乎不相同 那他们当中没有差异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看法 都是由于不同的分别职责 所生起来的 分别职责是决定希望 决定错误 所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大众 决定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 你自己意思是错误的 到什么时候才能相信自己呢 佛说了 证得阿罗汉国之后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 佛这个话是方便说 不是究竟说 究竟说怎么样呢 破了无名之后 你可以完全相信自己 你破了执着 你才是离开六道轮回 换一句话说 轮回之间没有了 轮回之间是绝对错误的之间 这个没有了 你没有错误发解 所以你的思想见解 佛说正确 这个正确比六道凡夫 你的思想见解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 在四圣法界里面学习 修学 四圣法界的知见 还不是纯真 天台大师六级佛位里面 相似继佛 相似继佛 就是正确了 从相似集 再把分别断掉 世出世间法 一切都不分别了 这个心情境 这个时候 你的心入三墨地了 破一平无名 你就是正等正确 所以诸位要想的 正等正确 是华言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事 他们是正等正确 社法界里面的菩萨 佛 都是正确 而不是正等正确 你就晓得这个问题多难啊 究竟觉只有一位 正等正确 正等正确 有四十一个位置 他们能与一切众生 活光通臣 这些人没有 决定没有自主 全教菩萨 就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圣哲 他们的分别心 越来越淡薄 到初诸位 完全没有了 这个分别完全没有了 这才能与 九法界一切众生 活光通死 活光通死 是什么意义 是什么样子 佛在经典里面 跟我们说的 随机说法 随机说法 他的样子 就是随机化身 他的意义 就是随机说法 由此可知 一切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阿罗汉 已经破了 那你还会有自己 法身菩萨 原教出诸以上的 我执 法执 都破了 确确确实实 跟金刚经上 所讲的 历四相 历四见 完全相应 确确实实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不但四相没有 四见 这个念头 都没有 这样才能够 圆满的同事 不能与一切众生 同事 怎么能 帮助一切众生 回头 四线里面 同事的意义 为主 用现在的话来说 你要想帮助众生 要想教化众生 你决定不能够 脱离众生 你脱离众生 你还有什么机缘 去帮助他 佛法里头常讲 广结法院 同事是结法院 法院 在什么地方间 一切时 一切处 重要啊 绝对不是说 等我学成之后啊 再跟众生 结约 来不及了 往年 我出到台中 亲近 李宾南 老居士 他教导 我们这些学生 常常说啊 时时处处 都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 跟大众接约 借云 不需要物品 不需要金钱 不需要财物 一定要和大众 亲切相处 这不要钱的 不要什么礼物的 决定不可以 脱离群众 他给我们学生说 讲经红法的法师 主要知道 这个法师 不一定出家 在家居士 讲经说法 也叫法师 法师 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在家出家 佛教里面的术语 和尚 也不分在家出家 也不分男女老少 和尚 是印度话 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清教师 直接指导我的老师 这个老师 我们就称他 他做和尚 我跟李炳南老 教师学 李炳南老教师 就是我的和尚 他亲自知道我的 只有比丘 比丘尼 沙米 沙米尼 这是决定出家人 在家人不能成 所以佛经里面的术语 和尚 法师 阿瑟尼 都不分在家出家 也不分男女老少 那么你既然发心出来 要讲经 要红法 那你一定要有听众 听众多少 是你的法院 你要平常 不亲近大众 你将来 尽叫学会了 李老师说 你讲经 天花都乱追了 但是没有人听 为什么呢 没有法语言 你才晓得 借法语言 是多么重要 那我们今天 要广度众生 要团结世界上 不同的宗教跟族群 这个语言到哪里去接 今天 居士林这个语言 殊胜 每个星期天 过过宗教的那奖金 我除非是有重要的死 没有重要死 我决定去听 为什么呢 我跟那个宗教 就有借缘 这个是你们同学们 要知道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这个借缘的机会 很少 很难得 遇到这个机会 一定要抓住 我们肯跟他借缘 我们将来弘法 他就欢喜来听 你不跟人家借缘 你成了佛了 你度的众生少 那个原神的人呢 度的众生多 道理在此地 为什么阿弥陀佛 在祝福当中 称之为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的法语人 最殊胜 那我们就晓得 他在因地 决定是 每一个与众生 同似的这种机缘 他绝不放弃 他的语言才这么殊胜 这个里头是因果 我们种善因 将来一定有善果 你不肯种因 哪来的善果 一定要懂得这样 法式讲经 纵然是粗续 我们有空闲的时候 总的抽出时间 去听 跟他借缘 我跟大家说过多少次 我到人家道场去 这个大殿 礼佛三拜 我那个念头是借缘 我第一拜 是于常驻 法师借缘 第二拜 是于这个地方 土地借缘 第三拜 于这个地方的 一切众生借缘 我的三拜 没有白拜 所以到那个地方去 讲经的时候 发源很殊胜 上一次 你们跟我到 槟城极乐寺 我跟你们讲过 我第一次到槟城极乐寺 是观光旅游 从那里经过 七八年前 我在大殿上拜三拜佛 我说八年之后 因缘成熟了 这是自己许的愿 你不借缘 哪来的发愿 谁的同事 是多么重要 所以人决定 不能够离开团体 决定要跟团体 和睦相处 跟团体大众 一样的生活 得大众的欢喜心 四众同学 不相适离 你的语言才殊胜 如果把自己搞成一个 特殊的阶级 不跟大众相处 你将来称佛 也是孤家寡人的佛 没有听住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得 四学到这个地方 介绍了一个段落 意味深长 设置不尽 四条里头 每一条都周边发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